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三个部分 第三个部分是什么什么 之前 做什么之前 是不是之前表达一个情况 你做了什么什么呢 好,什么什么 mine mine 就是什么之前的意思 看 比方说为什么要做这个句子 因为我们这个句子也可以涉及到 动词的书面语的形式了 看 你去日本之前 我去日本之前 我学日语 怎么说 日本へ行く前に 日本語を勉強します 这个mine 然后因为是 这个mine 所以要加个书面语 这是一个搭配 记住 不是行きます前 一定要说 行く前に 好吧 去日本之前 日本へ行く前に 怎么呢 学日语 日本語を勉強します 日本へ行く前に 日本語を勉強します 好 这是一个它的意く 它的动词的变化 变成书面语 除了不变 它用名字也可以表达 什么什么之前 吃饭之前 这个吃饭变成名字化 叫事实 食事 食事 一起来 食事の前に 食事の前に 吃饭之间学日语 是吧 这种情况 食事の前に 日本語を勉強します 后面句子是一样 前面注意 刚才是动词书面语 现在变成名词的 食事 食事の前に 日本語を勉強します 好的 第三个这个例子 是时间了 也可以说 一个星期前 怎么情况 我学了第17课 是吧 这种说一下 一週間前に 17日を勉強しました 今天是18课 一个星期前 学了17课 表达一下 你的现在的状态 学习的 一週間前に 17日を勉強しました 这个迈是 刚才可以加 这个动词 书面语 也可以加这个名词 也可以加时间 再也可以加 这个时间里头的 一个星期 两年 两年怎么说 二年 二年前に 二年前に假如 我不刻苦学习 我是两年前 才学了17课 怎么说 二年前に 17日を勉強しました 二年前に 17日を勉強しました 他的迈に 随便 动词也可以 名词也可以 時間的名词也可以 加到这里 就是说这个 好的 这是什么什么 之前 迈に 的用法 我们知道 做了什么什么 之后的 以前学过的 那个句子 我们回顾一下 复习一下 怎么说呢 什么什么 してから て的 动词的 变形 会是什么 て 还记得吗 它的变形 可以等会 回顾一下 翻一下书 再看一下 同学 忘了同学 什么什么 してから 这就是什么 之后的意思 什么什么 迈に 就是之前 之后 してから 好吧 日本語を勉強してから 日本へ行きます 这个句子 还记得吗 日本語 我学日语之后 去日本 日本語を勉強してから 它是します 会变成して して 变成 から してから 然后 之后呢 日本へ行きます 是这个句子 所以 现在 之前 学了 之后 不能忘 不能 猴子版包裹 一定记住 之后 してから 之前 前に 继续来 我们 练习一下 在实际的 情景当中 好的 一般是吧 晚上呢 晚上 晚上是 洗澡 是吧 洗澡之后 睡觉 我们说一下 这不说之后 我们用一下 睡觉之前 洗澡 来一下 这个句子 今天 我们也是 这个新的句子 说的内容 都是一样 顺序不一样 好吧 睡觉之前 一般洗澡 来个这个 寝る 寝る前に showerを 浴びます 寝る是 寝ます 原型 它的最近 变成书面 寝る 前面 之前 前に shower shower 日语叫 showerを 淋 淋语的 淋 动词 浴びます 浴びます 一起来 寝る前に showerを 浴びます 睡觉之前 洗澡 寝る前に showerを 浴びます 他旁边 一般情况下 读报纸 之后上班 我们说一下 上班之前 读报纸 说的内容 一样 顺序不一样的 练习一下 会社に 这个可以变成 a也可以 住字 我们说一下 に 会社に 行く 前に 怎么办 新聞を 読みます 行く 它的书面 它原型是 行きます 行きます 一起来 会社に 行く前に 新聞を 読みます 去公司 之前 读报纸 会社に 行く前に 新聞を 読みます 好 继续来 回家之前 一般是 游泳之后 回家 回家之前 游泳 是吧 这种句子 夜に 夜に 帰る前に プールで 泳ぎます 前に 之前 帰る 远行 变成 帰る 一起来 夜に 帰る前に プールで 泳ぎます 夜に 帰る前に プールで 泳ぎます 好 旁边 然后呢 回家之后 怎么办 好 回家之后 跟狗散步一下 然后吃晚饭 那吃晚饭之前 就是跟狗散步 是这个意思 来一个这个句子 晚ごはんを 食べる前に 吃 晚上之前 要干什么 散步吗 跟狗 犬 犬の 散歩 是吧 散歩 从中国才来的 传来的这个 说法 所以散歩 是吧 翻译很像 散步 散歩 散歩を します 散歩を します 一起来 晩午饭を 食べる前に 犬の 散歩を します 散歩を します 食べる 食べます 尊敬的语言 叫 食べます 顺便 食べる 记住 这个男的 记住 一定记住 变化 好的 最后我们综合练习一下 在一个比方说 在公司里 一个发生的事情 用一下什么什么 之前 你想要干什么 这个顺序 公司特别需要 这个效率 所以他肯定会说 用这个之前面 表示一下 你的现在的工作效率 不是这个 你把这个放到之前 会更加的有 效率更高的 这种说法 非常实用 一定要记住 すみません 比方说 这个人 就是属下的人 问这个长辈 说 すみません 不好意思 可以打印资料吗 怎么说 我可以帮你 打印一下 这个资料吗 很贴心 要说一下 帮忙一下 我可以帮你 把这个资料 打印一下 就是 资料を 资料をコピーしましょうか 他问的 然后人家说 等等等等 别别别 这就是 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 等等等等 别 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 为什么呢 他就这个上述 上面就跟你说 你把那个答应之前呢 答应之前先 让这个部长看一下 这个时候的之前 就要用这个了 一起来 コピーする前に 部長に 見せてください コピーをします 它是一个打印的动词 します コピーします 变成书面语 コピーする 然后加个之前 コピーする前に 你打印之前 部長に 見せてください 然后部长看一下 检查一下 再来 好的 这种情况 すみません 他问 すみません レポートを 郵便で 送りましょうか レポートを 郵便で 送りましょうか レポート是这个 报告的意思 报告 報告 資料 郵便就是郵便 郵便 发送郵便 可以 发送 送一下 发送 郵便 レポートを 郵便で 送りましょうか 然后呢 等等 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 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 然后 就一下利用 郵便で 送る前に 課長に 見せてください 你发送郵便之前 让科长 检查一下 一来 郵便で 送る前に 課長に 見せてください 送る 是发送 寄的意思 寄的之前 寄是 送ります 原型 他变成 送る 寿命 送る前に 就是什么什么 之前的意思 好 一来 郵便で 送る前に 課長に 見せてください 好 我们最后一个 練習一下 すみません このカタログを 捨てましょうか 这个カタログ 就是公司的 这个产品的 介绍的 一个这个资料 介绍资料 自己的公司的 产品介绍的资料 可以人吗 このカタログを 捨てましょうか 等等 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 人家会说 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 然后利用呢 捨てる前に コピーをしてください 人之前 打印一下 付印一下 付印一下 原件 就这个意思 捨てる前に コピーをしてください 捨てる前に コピーをしてください 好 以上就是 第三个部分 关于 什么什么 之前 然后之后 也稍微复习一下 之前呢 可以用什么 首先 是吧 动词 它要变成 书面的动词 好 然后呢 名词 它可以放 随便可以放 时间方面 几年 几月 几周 也可以放到 里面 变成之前 什么什么 干了什么什么 好 以上第三个部分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